來賓大家午安 午安 午安 謝謝各位 歡迎各位再次立領我們的茶榮話課程 我不信第一堂來了之後就沒有剛才過來 但是也非常幸運今天可以在這個演講的主題裡面 可以再度來得各位一起聽這場演講 今天我們的第一場的講師是曾昭旭老師 曾老師剛才還跟他聊了一下 前一次聽演講的時候是我小時候 所謂小時候是我大學的時候 大學時候文青必經的演講是曾老師的演講 必看的文章是曾老師的文章 我們當時念的是史學系文史則不分 那在曾老師的文章裡面有人生的哲學 有美麗的文筆 而且他又可以把當代的歷史做很清楚的梳理 那樣呈現 那麼有一次在一個演講或者是一個訪談裡面 廣播的訪談裡面聽到有曾老師學生談曾老師 他說曾老師其實這些人生的脆變呢 通通都是來自於生活裡面的磨難 各種生活的磨難 但是呢他以這樣的磨難 分厚了他的生活 所以我們才可以在這裡聽到 喝茶談戀愛 這樣子一個自在和豁達的人生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各位請熱烈掌聲 邀請兩次老師 謝謝 各位朋友 很高興來到嘉義 我過去來嘉義 我過去來嘉義 也曾經常到文化中心演講 那後來比較常去的是 那個南華大學跟東正大學 那這個地方距離了兩大學都很近 我好像也有一個印象曾經來過 因為剛夜來看到這種建築 好像是還蠻事成相識的 那麼此外呢 尤其在座的都是茶文化的愛好者 我個人也是很早以前都感覺到 茶是很能夠代表中國文化的精神 所以我在二十幾年前寫了一篇文章 叫做茶文化的題語用 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跟茶系的關係越來越密切 所以後來只要是有觀察文化的邀約 那我都非常的樂意參加 我們今天呢 我們要談到一個題目 就是《茶人風格的養成》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題目呢 因為在現代的這樣的一個 講究商業行銷的環境中 我們有越來越多的人呢 已經不知不覺地失去那種 就是自得其樂的 從容自在的 老老實實在家以後 就做一輩子的茶 喝一輩子的茶的歲月 那漸漸呢被扯到一個比較廣大的 也是多才多姿 也可以說分語挫雜的現代社會裡面 那就會有一種奇怪的一個壓力 好像有出頭 所以每一個茶人呢 都想建立自己的特色 不管是種茶的特色 還是製茶的特色 還是泡茶的特色 那麼希望是也能夠與眾不同啊 能夠這個出血自我 那也就是所謂成為一個名家 這個泡茶的名家 製茶的名家 那當然這個說得簡單點就想出名 不過成為名家跟出名 其實有點不一樣 成為名家可能是水到渠成的 出名很可能是有一種主動的欲望 那麼出名以後呢 人就有賣點 出名以後呢 這個就會廣為人所知 就會有一種社會上面的地位 所以呢 這個有了這個問題 那我們就跟著要問說 那要怎樣建立自己的特色呢 就是說如何成名呢 這又跟如何出名不大一樣 怎樣才是出名 以前那個普普醫書的大師安迪霍和 他已經是幾十年以前了 他說在現代一個社會裡面 就有大眾傳播了 這個有了電視啦 那現在更是有了網路 每一個人呢 都有可能出名十五分鐘 你只要網上PO一個什麼很勁爆的什麼 變成瘋狂傳閱 那必要時就是自拍一個裸照也可以 那就會出名十五分鐘 第二天就沒了 這個出名很快 要淘汰也很快 那怎麼樣才是真正的成名 不是說出名 那這裡頭都有講究 也就是說這裡邊有真的有假的 成為名家必要是真的 想要出名很可能是假的 這個怎樣自然的水道去成成名了 是真的 想要辦法出名 讓自己有名很可能是假的 所以在今天這樣的一個大眾傳播 這麼樣的盛行的時代 我們真的有必要來談一談 我想首先啊 一個基本的一個釐清 就是我們要成名 成為一個有特色的 不管是不是名家了 總有我自己的特色 首先我想我們不該用核茶無關的因素 不要用核茶無關的因素 來在茶的文化語言中去出名 因為那樣就是走偏峰 那什麼是與茶無關呢 這個大概有兩類 第一個就是通過包裝 行銷 炒作 我們現在的社會頭 太擅長這一套 我們那些什麼歌星啊 什麼演藝人員啊 尤其是韓國的 那些什麼天團之類的 其實都是經過一番 越來越繁複嚴謹的 這個包裝行銷炒作的手法 去製造出來 好 那麼光鮮亮麗 當然也包括個性 在唱歌以外的那些 種種輔助的手法 連我們的什麼 蔡依林的什麼 其實她的 當然她歌唱得不錯嘛 可是大概有一半 有時候我都懷疑有沒有超過一半 是用了跟唱歌無關的那些辦法 比如說她的舞蹈 比如說她的一個行頭 昨天看到幫她的照片破個頭髮 穿妝衣服啊 特地獨行 才能夠吸引注意啊 那麼連五點音樂 的那些什麼小提琴啊 或鋼琴的啊 以前都老老實實就是靠琴藝嘛 現在也要年輕 美貌 美貌 要穿得少 那 連那個真有實力的啊 都不免還要介助於 跟音樂無關的因素 那如果說是茶的領域 就是 就算你是真正有實力的茶人 我說還是要介助於人 與茶無關的因素 那我這個在大學喔 還有在社會喔 這個40幾年來喔 那都在 你可以說在傳道啦 傳什麼道呢 傳那個身心修養 這個安身立命的道 好 但 這個也有人跟我說 因為 常常會來聽的人就不是很多 今天算多了 你說 欸老師這麼好的課 這個 為什麼不用一點行銷的手法 讓更多人受益呢 我那時候是說啊 我說我從來不要 因為用行銷的手法 那麼去被吸引而來的人啊 他們都有過度的期待 或者說根本 就不相應的期待 他並沒有一個內在的動力 常常呢 來了以後也是蠢疑的 那麼聽沒兩下 覺得聽不進去 或者說不相 沒有感覺喔 他可能以後啊 這個看到這個 鄭道序的演講都不會來 為什麼第一次 就是印象都不好 打瞌睡 好 那這樣反而是斷了他以後 有可能接近到的機會 好 那我還是寧願呢 耐心的等待 水到渠成 有人在自己的生活中 逐漸的遇到一些生命的問題困難 好 那麼在偶爾的時候呢 你去看到我的書 已經接到了某種訊息 真的跟他裡頭呢 有了一種呼應 他受到了感動 然後他自己來 這才是真的聽眾 好 所以我到各學校演講 也吩咐說 不要去動員 整個班來聽 沒有多大顆粹 所以還是 讓每個人的 尊重每個人的自由意願 有感應了 有朋自遠方來 所以呢 不在乎 聽的人多少 而應該在乎 來聽的人 是不是真正要來聽 真有這種 內在主動的這個動機 跟動力 少也是真的 否則 再多 也是一個場面 沒有用 反而會 這個無言的干擾了那個環境的氣氛 好 所以我幾十年來 我也不在乎 來聽演講 人多人少 人再少也不會 對我造成任何打擊 因為我曾經有一次 這個應邀去台北醫學院演講 到時候去了那邊 那個演講廳 一個人都沒有 只有那個邀我 演講那個主辦人 不過他也不錯啊 他也沒有很緊張 這個少少都說 其實我有踢一個海報了 不過好像被風吹走 結果 結果沒關係 我們跟他聊天 大概聊了二十分鐘 終於來了七個人 就開始講 在講的過程中 又來了五個 一共十二個 結果也很好啊 氣氛很好啊 講完了 大家 又微信 還去旁邊的那個 那個冰店吃冰 這個之後呢 到一個禮拜天 還有幾個人到我家來 聊天 這是很好的經驗 雖然聽演講的人 只有七個加五個 結果後來過了差不多十幾二十年 我在榮總 碰到當年那個 要我演講的主辦人 名字我還記得叫王廷熙 他就是榮總的醫師了 不過看到他還認得 你看故人 偶然的姻緣 很重要一點 當時候他一點都不緊張 一個人都沒有 你請人來演講 一點都不緊張 也不簡單 也是有道啊 就是說 原來是生命 內在的一種品質 才是重要 外在的虛榮虛生 其實不重要 所以我們不要用那種 你茶無關的元素 第一個就是包裝 那還有第二點 第二點跟茶無關的元素 怎麼呢 怎麼建議自己的那種特色呢 比如說特地獨行啊 或者說是故意這個 所一些什麼樣的脾氣啊 罵人啊 或者說誰都批評啊 這樣的話也可以 可以這樣側目 也可以吸引人的注意跟目光 會有點怪癖 其實這些也能夠基地特色 可是這個就是跟茶沒關啊 所以最好也不要用 這都是偏峰 那麼我們還是要跟茶 尤其是跟人 茶人嘛 那加起來就是跟 還有跟我相關的元素 我之所以為我 人之所以為人 茶之所以為茶 意思就是說 你要對茶之性 有深入的了解掌握 因此能夠充分的表現 表現那個茶 那這樣的話呢 它至少能夠得到 內行人的讚賞 因為大家都懂茶 那茶之性 就成為呢 茶的領域中 每個人之間相知的 一個好的媒介 你能夠這樣掌握到茶的性 至少是一個 用了很多功夫的 有道之事 還有人之所以為人 人的性 那麼人的性 融融會到那個 泡茶的過程當中 於是人喝到了茶 不只是茶 也喝到了 泡茶的人的味道 但不是舌頭的味道 是心靈的味道 感受到這個泡茶的人 那這個 這個 除了人之性 還有它的個人之性 那個人之性 跟人之性 是互相涵蓋 並不是不相干的領域 也可以說 通過人的個性 去顯發普遍的人性 因為這樣子的話呢 人就可以通過 對共同的人性的了解 來了解你 這是一個人與人之爹呢 這個互相了解的一個 最好的碗道 因為人性是普遍 但是由於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形區 肉身 漸漸就會形成他自己的那種格局 那種限制 A型的人血型跟B血型跟O血型 各有不同的那種人格結構 那當然各有特色 也可能形成了第一間的隔閡 我想就不了解 十二生肖 三處 三 隔了三歲 隔了六歲 小衝大衝 不容易相處 所以呢 我們要通過 每一個人的自我之性 這個是每一個人特殊的一個格局 但是要通到人性 什麼意思呢 人家怎麼樣才能夠通到人性呢 得要超越自己人格格局的局限 這個是有點繞口令 人格格局局限 人就有他的 人的有限格局 有限的格局 就要形成了一種束縛 在一個當中 你可以自得其樂 但是別人不了解你 所以我們要超越自己 個性格局的曲線 而通到普遍的人性 這樣才能夠呢 把自己了達給別人 讓別人能夠了解你 好 那於是我們就通過 對共同人性的了解 而得到一種相知 相知我了解你 你了解我 不是我了解你的臭脾氣 你了解我的怪癖 不是真的 而是我們各自放下自己的脾氣跟怪癖 能夠超越而上升 碰觸到一個普遍的人性 這個時候 能跟人之間相遇 當然 這樣子的相知 需要一個管道 那一般總的來說 就是以文會有 這是政治的話 下面就還有一句叫 以有福人 那以文會有 那個文就是一種人文的活動 那我們就會設計了這樣一個人文活動 那也是論語說的 導知以德 其知以理 導知以德 就是我們用普遍的人性 去發出一個訊號 做一種呢 這個廣泛的召喚 那感應到這個人性的訊息了 就會聞風而來 來到這個民雄的表演藝術中心 因為這邊有一個人文的 有一個人性的這個物身 然後這邊我們就以文 我們就旗之以理 我們就設計一些 這個優美的文化活動 比如說泡茶 以茶會友 比如說念書 叫讀友 以書會友 比如說音樂 以樂會友 比如說插花 以花會友 這樣子 那個雖然是回到共同的人性 而達成人物的相知 所以如果有一個呢 比較世人 設計的優美的文化活動的時候 那讓人跟人之間的溝通 這樣更容易 更容易 於是我們呢 就把茶之所以為茶 人之所以為人 我之所以為我 聯合起來 這樣才真正的構成所謂 這個茶人的特色 這個特色 我們稱它叫做風格 叫風格 好 好 於是我們不妨就來解釋一下 什麼叫風格呢 因為我們說特色 比較好懂 但是特色這個詞不夠好 但是顯露出它的特殊性 但是不能去通到那個普遍性 所以我們呢 不如用風格 風格這個詞比較優美 內涵比較豐富 什麼叫風格呢 風格有兩場 一個是風 一個是格 我們先說格好了 格的意思有兩場 一場就是 就是有限的規格模式 那這是一種限制的意思 我們剛剛說 每個人都有他的人格的格局 格局還會給人限制 那表示這個格是個框框 把人框住了 束縛在這個框框裡面 這是有限的 當然人生下來 各有不同的這個身體結構 他的基因顯性隱性不一樣 發展出來只有每個人的所謂個性 這就是所謂有限的格 規格 乃至於呢 在這個知識的領域當中 也有每一個範圍 有它的一個結構的一個形態 也都可以說是規格格局 這是一層 但是這個格局的這個有限的 約定的這個含義 它也有一種價值的一個判斷的意思 就是它作為一個價值的標準 因此我們常常說 這個人好美格 美格不是它沒有一個定型的那種模式 有啊 那種怪脾氣到處批評人意 你聽他說話就知道你看又來了 這就是它的模式啊 但是我們有時候會說這個真沒格 或者說真沒格調 這個所謂的沒格 沒格調 這個格跟格調 它又不是一個有限的規格的意思 它反而是一種價值的標準 那這個標準就是所謂 無或 這是一種独 Conservation 人與其 只 人所以為人 你要符合這個標準才算是人 如果不符合這個標準 那就不能算是人 什麼東西也不是東西 那這個就是在罵人 那這個茶之所以為茶 這也是指的 茶不只是一个饮料 它已经提升到一个文化领域中的 具有某种的意向的一种存在 所以什么叫好的茶 什么叫做是茶的茶 它不一定只是一个生物学的 植物学的定义 进入到这个茶文化的领域中 它已经有了文化的含义了 那么至于我之所以维护 它也不仅仅是一个有限的规格 被基因决定 因为提升到它的心理 它真的能够表现出一个人的风范 做一个人的格调 让人尽重 让人乐于清静 这样才是一个有格的人 在这边因此就称为人格 所以人格一般来讲 不是指了人的有限的规格 而是指了人真正配称为人 它符合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 这个时候叫做有格 那么当然当我们说茶人的风格的时候 我们不是指了前面那种有限的框框 我们指的是后面那种 那么它由自我的有限的规格超越 碰触到普遍的人性 因此能够通过它对于茶的了解 把这种普遍的人性的内涵 把这种普遍人性的内涵 比如说自由自在 比如说这个真美善 比如说关怀与爱 悲鸣 这些属于人性中的普遍的这个部分 那么它能够通过茶作为一个媒介 一个凭借能够传达出去 让别人也能够通过茶领略到 那这个人之主说有个人的美好 而这个美好呢也投射到 或者说结合了茶的性 让茶的性也能够象征这种人性的美好 那比如说我一开头说 这个我长远以来就觉得茶 是很能够象征中国文化里面的精神 那就是用生命的精神 道德的精神 那么茶它的自然的性 能够跟这种生命道德的性 有某种可以合拍 一直可以用茶的性来象征 那这个茶的性是什么 我等会也会提到 那么这样子就厘清了这个格 那我们要去在乎的应该是那种价值标准的意思的格 那么让我们做人来去泡茶都有格调 那么再来我们再说那风有什么意思呢 跟格比起来啊 各位光是从这个文字的含义也许就可以体会到格比较属于静态 风也叫属于动态 风嘛一定是流动的 格一定是严整的 当然严整有结构上面的严整 那反而变成有限的约束 可是我们指的是一种普遍的精神 那是一种恒惨固定的不变的人性 人所以为人的人性 这个自有人类以来到现在没有变 那我们简单直接用梦子的话来说 就是人之性善 这样一个人性当然偏秀于心灵的性 而落到这样的一个在这个情绪中 我们也不妨用佛教的话来讲说 人身难得啊 所以人的身跟动物的身不同 人身是比较美的 比较善的 所以身体是善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身体能够存在善的心灵 而这个善的心灵能够散发出 美好的它的精神品变 那么这个是格 这个超越了格 使的是永恒普遍的意思 不是落到现实中那种有限的规格 都是一个静态 它表上的善 风呢 比较动态 表现的无常 那这个就跟格一样 它有两层含义 风也可以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就是变动的意思 风出来吹去嘛 方向不定 那这一个所谓的变动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风气 所谓的风潮 我们常常叫跟风 这个要做出潮流流行的尾巴 那这个大气候风往哪边吹 我们就要跟着跑 那是风的第一场意思 各位大概可以猜到 张教授意味着残忍的风格 一定不是这种 就是追除潮流嘛 这有什么意思呢 对不对 所以风有进程的意思 它就是一种灵活表现的意思 表现什么 当得永恒的人性 察性 因为人性 察性 它是普遍永恒的 既然是普遍永恒 因此也是无相可求的 它是不可说的 这个佛性 控不可说 但是不可说怎么去呈现 怎么去表达呢 我们一定通过某种 做到具象的方式 来把它表现传达出来 那当然这个具象的方式 要因时 因地 因人 而各有不同的这个 刹当的选择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叫的是同样的永恒普遍的 人性 察性 它要很灵活的 随着这个时间 这个地域 环境 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愈合 而做普通的调整 而各有所大 都能够呢 通过它传达了 人与人之间的 那种人性中的美好 那么刚才来的时候 可能还有点时间嘛 这个张姐 张立竹就在旁边 泡个茶吧 结果手边什么茶区都没有 他从他里头拿出他的平坦 一个人泡这么小的壶 另外一个 那么小的盖杯 那就用我们这边有的大杯 简直不大调 小壶大杯 那个杯的容量比那个壶还大 可是眼睛只有这些 没关系 你就用这个 只要是用的自在 也一样可以通情达意 有另类美感的 这个另类美感不是规格化的美感 是人情通流的美感 只要人有创意 只要人内在有自信 自然能够随机应变 那这个叫做风 风不只是一个无意的流动的风潮风气 而是它有所办 依附在人心 人性的美好 而寻求一个人在眼前当下 可以去表现传达的方式 那新手拈来也都能够呢 这个运贴 这个叫创意 那这个时候就是灵活表现意思的风 那么我们茶人 我们要去建议的风格 当然是这种风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两者结合在一起 那风格 风格 风是有格的风 不是随便乱流的气流 格是有风的格 不是呆板的抽象的理论 那么行而上 行而下 这个达通 两者相继而为一体 就称为风格 那么我们茶人的风格 先给他做这个定义的厘清了 那我们要想要建议的 所谓个人的特色 不要用特色这个词 我们要改用建议 我们茶人的风格 那么首先要搞清楚他的方向 要逐渐形成一个怎么样的风格呢 那把风格厘清了 我们再来说 那是茶的风格 还是人的风格呢 这两者到底是有没有什么轻重呢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先分出一个轻重 再也可以忘掉这个轻重 不是忘掉这个轻重的之前 还要先建议这个轻重 那么在茶跟人 合起来叫茶人 茶人到底是以茶为主的人 他是以人为主的茶人 谁是主题呢 这个虽然近年有人提出这么一个 这个名称叫 是茶人 不知道是不是你所谓首先这么提的 是茶是不是事情的事 是奉茶的人 那不是就是应该以茶为主题了吗 人是去为茶服务的 不过你要知道这是个谦虚的 正因为能够很谦虚的 很尊重那个茶 去表现那个茶 这样很吊诡的 反而才是真正能够表现出人的仁格 一傲慢 就反而是变成假的 要真的是情趣 反而表现的是真 所以在茶的风格跟人的风格 这两多呢 我们要说毕竟以人为本 毕竟以人为本 那世人要把他内心的 对于人性的这样的一个体会 顿悟 当然他是怎么能够有顿悟有体会的 首先得要超越他自己的 有限的格局 他的个性 那么你才能够呢 这个在广大的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的 这个领域中掌握到普遍的人性 那不是我个人的个性 我的个性其实是表现普遍 这个人性有的一个出口而已 一个凭借而已 那我们能够掌握到普遍的人性 我们才能够进而着普遍的人性 我们才能够进而抓索到普遍的茶性 而不是那种 这个动顶有动顶的个性 铁官油铁官印的个性呢 有限格局的茶性 而是把茶也提升到精神的层次 那麼於是我們這個以人為主 那通過自己的個性掌握普遍的人性 然後才能夠靈活選擇各種不同的差 來表達那個已經被提升到精神城市的差性 而那個精神城市的差性就是可以象徵人性的 這樣的話人才能夠真的達成這個目的就是 就是憑著我的功夫修養我的超越領悟 然後善用這個差的媒介去傳達普遍的人性 裡面的真善美自由和愛 它挑動了對方內心滲出的人性 而其中做一個人的美好的感動 那麼這個叫做說 茶的風格跟人的風格中畢竟以人為人的意思 那麼當然在這裡做一個茶人 做一個茶人之前要先做一個人 所以現在要通過你自己一個內在的功夫修養 超越自己情緒經驗的有限格局 去掌握普遍的人性這個修養 去掌握普遍的人性這個修養 做這個地方 這個我無妨提出 提出這個兩個問題 每一個人都應該這麼問一下 因為從你怎麼回答 就知道你有沒有超越自己有限的個性格局 而能夠觸及到普遍的人性 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是誰 每位朋友不凡是有限你的答案 我是誰 第二個問題 我是什麼 我是什麼 一般也可以說我算什麼 不過一般說算什麼有一點點的氣氛 我算什麼嘛 所以不要用算什麼的我是 我是什麼 兩個問題啊 第一個是我是誰 第二個我是什麼 那一般會怎麼回答 我是誰 我是征召序啊 不算 這個有答等於沒答 因為征召序這個純粹是個符號 沒有任何的內容 好 好 那方向說我是誰 我是 單家大學榮譽教授 華辦大學講座教授 我是某某茶館主人 我是什麼 這個 衛權董事長 那一般人互相 那一般人互相 剛剛認識的時候 要幫助的 要了解我是 我是誰 我是什麼 通常叫個名店 名字上面就有一堆頭銜 有頭銜多的都把名字擠到旁邊去 是這樣嗎 就是把一堆頭銜 把一堆抽象概念 把一堆外在的世界裡邊 給人的所謂條件 定位 你會 用這個來拼抽出一個 我的內容嗎 不是 那這兩個問題應該怎麼回答 剛才各位每個人質疑 你的回答是什麼 如果剛好就是我前面說的 那個是假答案 那個不是真我 那個是個假我 我們問這兩個問題 就要找到真我 好 因此第一個 第一個問題 我是誰 其實答案 文一 所有人都應該怎麼回答 就是 我是我 因為我是我 跟我是鄭超群人不一樣 鄭超群是個符號 我是我 這個我不是符號 原來第一個我 是指的 這個 這個個體的這個我 第二個我是指的 普遍的那個我 當我們說我是我 還先不說我是什麼的時候 意思是 暫時把自我的內容 內涵 先 各到旁邊 先不要問內涵 先問 這個 把所有內涵通通拿掉以後 我還剩下什麼 我們說最後 我就剩下是一個真正的核心的我 之所以為我的我 這個在哲學上 這個主體性 那我們不那麼哲學 那個性不要 就是主體 主體就是做主的 這個我 這個我 人是這個萬物之靈 是宇宙的中心 其實不是說人是宇宙的中心 我就是宇宙中心 我是我生活 事業中的核心 主人 就我是個做主的人 換句話說 我不是奴隸 每一個人都要認識 我是個主人 我是誰 我是一個做主的人 我是個主 所以叫主體 那麼 這個 當我是個主的時候呢 它有個什麼樣的屬性 這個屬性就是自由 自由什麼意思 就是 遊就是走路 自由就是走自己的路 意思就是說 作為一個主人 不被任何外在條件 牽的鼻子走 我就是我 大丈夫 醒不改姓 作不改姓 那麼 有這個自由 就衍生出自主 自主就是 我是我生活的主人 整個的生活 是我的表現 我不是個工具 我就是個主人 從這邊 延伸出才有自尊 我們才能感受到 我的存在的尊嚴 這是所謂的 做一個人的美好的地方 最後呢 我們才能建立 我們無條件的自信 自由自主自尊自信 這就是每一個自我 它的核心的屬性 那是個所謂的無條件自信 用宋朝的路向山的話來講 就是說 某雖不是的一個字 也還我堂堂正正做個人 翻證 翻證到現代化 就是 我雖一無所有 依然頂天一地 注意啊 我一無所有啊 我的頂天一地 不靠任何外交條件來支撐的 民生權益地位 學問青春美貌聰明 通通通通都不需要 我就是我 所以叫我是我 它不需要任何內容 它只要我存在 我就是自有自如自尊自信 這個 唐居易教授啊 曾經說 民國以來啊 只有一個人 是被證明啊 具有聖人的人格 各位不要把聖人 想得高不可怕了 孔子是聖人 其實孔子就是示範 做一個人就是 所以我們做到孔子 是我們騎馬的條件 因為做不到孔子就不是人 因為孔子只是示範做個人 所以 順人也 愚意人也 有為者亦若是 空也是人 我也是人 空能做到 我也能做到嗎 這個叫普遍的人性 我們都有的 我們都有的 只差你有沒有吧 普遍的人性呢 發覺出來 表現出來 罷了 那唐教授說 只有一個人 被證明 具有這個自由自主 自尊自信的品格 欸 因為條件是一無所有 所以所有有名 有權位被我們知道的 大概都不算 所以孫中山 蔣中正 通通沒有得到證明 因為當他們一無所有 還信不信 不知道 那這一個人是誰呢 是山東一個乞丐 在這個武訓 武訓心學 那這個故事 如果各位 有聽過就聽過 沒聽過就算了 我們一起解釋它 以前我念小學的時候 這個小學課本 都有武訓這一課 現在都沒了 不過幸好 我們台灣處的一個人 可以來接武訓的案 他也算是 一無所有 還是頂天麗麗的 你知道我說的是誰 台東的菜飯 陳述局 他了不起 他真的一無所有啊 家徒四壁啊 他卻能夠這個 四個年來捐錢 超過一千萬新來 請問 他怎麼能做到這個 他的動機 就是從 他一個很好的機緣 碰觸到 人性普遍的 那個內涵 那個平均 就是他小時候 他媽媽因為難產 沒有錢交保證金 留學工作室 一般人也可以從這邊 受傷很奮激 這個社會冷漠 還死我媽媽 可是他沒有 他的反應是 我不要讓這樣的事情再發生 所以第一次住人 結果他選了一個很荒謬的方式來住人 就是捐錢 一個最沒錢的人 選了用捐錢去住人 不是很荒謬嗎 他就老老實實賣菜 很這個有行的捐十年 超過一千萬 所以您成數據都能做到 我們真的沒有人好意思說做不到 我們的條件會比成數據還差 結果他當選了好像是富士比雜誌 世界的那個慈善英雄百人堡 到美國去領獎的時候 他本來不想去 因為很妨礙他賣菜 後來因為說可以跟台灣發聲 是願意去 但是穿了他唯一的一件那個洋裝 花了現代幣一千塊錢 還帶了他那個賬錢賬錢的那個包包 去到那邊 跟那些大人物得獎的人 就是穿著名牌衣服的人 站在一起 他一點都沒有之類的 這讓我想起 孔子參加他的學生子路 他的子路穿著破棉帽 跟那些穿著貂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 毫無愧勝 而只有子路做得到 我們現在說 陳述局也做得到 被他接受訪問的時候 康康而談 他也沒有接受過什麼說話訓練 辯論訓練 他為什麼能夠康康而談呢 請問他的這個自信哪裡來的 不是從外在條件來的 我愛你一種內在人 所以為人的人性裡邊 的那個自由自獨自尊自信 有必要來的 那麼這個我們其實不管是做茶人 還是藝人還是樂人 還是什麼文藝人還是什麼 你要能夠成為一個有格調的 不管什麼人 不要先做好一個人 你先有人的格調才會有茶人的格調 這個人的格調就是要反求諸己 它是從裡面找出來的 那麼這個就是所謂我是誰 答案是我是我 沒有任何內容 好啦 現在問第二個問題 我是什麼 這個什麼就是有內容 那麼內容 是人做一個人之後 經過後天的創造 怎麼創造 就是通過他現實中的自然經驗 不管是讀書的經驗 還是泡茶的經驗 都是經驗 這些經驗呢 都是價值中立的 我們要通過這個 價值中立的客觀的元素 比如說茶 去能夠傳達出呢 人性的意義加起來 比如傳達出自由自獨 自信自信的這個人性的美好 比如說能傳達出 人與人之間的那種柔情善意 所謂的愛 通過這個泡茶來代客 表達敬意 表達自己的謙虛 那麼這些經驗 經過人心靈 就是那個主體 就是我是我的這個我 通過這些自然的經驗呢 能夠表達出這種人性有沒有 這是創造性的 給予了這些客觀的現象 是比如說茶 給予了他精神的價值的意義 那這樣子的有意義的經驗 叫做道德經驗 沒有經過人心創造的 那個叫自然經驗 人心 人的主體 人的每一個我 就是具有這種創造的意義 我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 那個山上面的花束 玫瑰花吧 開開落落 也不過就是開開落落 沒有任何的意義 你說沒有任何永恆性成分 但是剛好有一對戀人經過 這個烹然心動 那個男孩摘了一朵玫瑰花 這個是滿懷正常的情 送給他的戀人 那個戀人也很感動 接著那朵花所屬的發動 這朵花意義不同尋常 因為傳達人真常的愛 所以別的花 就算你買了花回家歇花 過了幾天歇了就把它丟掉了 可是這朵花 那朵花是多隆重的情意 他會小心翼翼的捧著 放在家裡頭供著 就算是謝了不捨得丟掉 他又把花瓣一瓣一瓣掰下來 夾在那個樹裡面 過了二十年 偶爾翻了本老樹 一翻 花瓣飄下來 馬上想到二十年前的 那一個一纏啊 既有恆的經驗 都會臉上捧起來 那個人馬上年輕了二十歲 這一朵玫瑰花 就是謝了花瓣 無比貴重 這個不是一個自然物 我們稱它叫禮物 禮物就是作為一種禮 禮就是人的善意的表達行為 它已經具有了永恒無限的意義 原來這樣子的道德經驗 才配稱為人自我的內容 你看那個司馬先寫史記 寫列傳最精彩 他怎麼寫 有一個有見識 他把這個案主 一生那麼多的事情 只挑兩三件來寄 其他的都不用寄 留水帳吃飯睡覺 不知道永恒為什麼你跑進來 就是選那個一刹 其實永恒的 有永恒成分的經驗 寄兩三件就夠了 活靈活現代表這個人 而且呢 這樣子別人看了有沒有感動 為什麼感動 因為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他所寄在的那個 兩三件事裡頭 有他自己的那種自我超越 就是表達了普遍的人性 自由和愛 於是也具有同樣的人性的人 讀了以後就會被碰到 被感動 所以文學藝術為什麼能夠感動 兩千年以後的人 為什麼感動幾千里以外的陌生人 因為裡面傳達了共同的人性 才能夠這麼動人 所以我們要成為一個有風格的茶人 你泡上那種感動 你自己要先能夠呢 體會凌樂那個人性 怎麼能體會凌樂 要這樣放下去你的臭脾氣 自己的有限格局 能夠了解自己 進了解別人 叫進己之性 然後能進人之性 然後能進物之性 物之性就是茶之性 先進己之性 就能夠了解普遍人性 然後你才能夠活用茶 讓茶也具有這個永恆普遍的精神性 只是由我到人 由人而後到茶 合成一題叫做茶人 那這個叫做我是什麼 好 各位回想過去的年歲 有幾件可以讓你一輩子難忘 看到一個新的朋友 都忍不住跟他說一遍的 有沒有 如果有一兩件 就已經是很不錯 如果一件都沒有 那過去都是白活 沒有認真活 你沒有自我的內涵 你怎麼能夠通過茶去表達什麼呢 又通過茶表達什麼 就是表達我的內涵啊 而我的內涵就是通通人性的那個 才能夠構成我的內涵 不是我的臭脾氣 你自己能有什麼好分享的 對不對 那麼這個就是說 畢竟呢 以人的風格為主 然後茶人公衍生到茶 然後人跟茶結合成為一體 當然結合成為一體之後呢 茶也因此呢 不只是每一個茶人 歷代的茶人 他們都這麼認真的做人 認真的泡茶 逐漸的呢 賦予了茶一個特殊的精神性 那茶的特殊精神性是什麼 就是我以前二十幾年寫的一篇文章 茶文化的體用 比如說茶之體在淡 而其用在虛 所謂的淡 它其實是一個自我修養功夫 怎麼修養呢 把所有自我那些假內容 要一一的都給它洗掉 洗得乾乾淨淨 就譬如一些外在的條件啊 什麼錢財權益地位啊 或者說是名聲啊 或者說青春美貌啊 或者說是什麼知識的聰明 我們都誤把那些當成我的內容 如果你把那個當內容 你就被那些束縛 我們需要把這些扔掉 這個主要就是道家的修養功夫 叫做損 唯學欲益 唯道欲損 損什麼 把你的喜氣 把你的那些框花 把你的喜叫條 通通給它送掉 解掉 洗掉 洗到乾乾淨淨 這個損之又損 以至於無為 以至於一成不染 到一成不染就叫做 我是誰 我是我 不用任何內容來界定我 怎麼洗 給各位一個很簡單的口學 誒 凡是你把你所擁有的那些 事事物 看能不能加上一個 我的 這個領俗性的冠詞 如果難都表現的是身外物 是我的附屬品 都不是真我 要不然就全部通通拿掉以後 就最後一個 放不進我的這個冠詞 比如說 我的我 這個不通 我就是我了 其他的 我的賢財 我的地位 我的權益 我的聰明 我的青春 我的學問 通通能夠加入我 來自於我的躯體 都是身外 心外部 因為我的躯體還是有限的 總有一天會死的 真正永恆無限的只像一樣 就是我的心 把這個洗乾淨以後呢 你才能夠肯切了解 我是誰 我是我 我什麼都不是 我就是我 那麼茶是性讚淡 就因為 好的茶喔 泡 食泡以後才見增長 食泡以後也有香味沒了 當然雜味也沒了 社會也沒了 最後呢 茶的那種乾淨的味道 反而是更清楚 所以有時候好的茶 就這樣捨不得不繼續泡 我常常加點一大湖水 食泡一湖茶 十泡二十泡 淡還是乾淨 所以淡中之味 淡中之味茶 原來淡才卸出本身 農的時候可能有些外加人 尤其是有些偏加律 什麼天下什麼人生啊 什麼雞母豬啊 或者說豬膽之之類的 有些偏加其他一湖茶 或者說是菊花皮 或是菊花皮 或是菊花皮 或是菊花什麼 那是外加人 你真的醉淡以後呢 就寫出就是茶的冷水 這個茶之體在淡 等於說我是誰 我是我 其用在虛什麼意思呢 把自己放空以後呢 就能夠有 兼容並虛的心胸 無所不學習的那種啊 好學的增進的心 這才能夠呢 接納別人 與人溝通 接納他人 了解他人 欣賞他人 跟他學習 跟他最後融合一體 這個叫做 創造他的道德內容 那茶是用在虛 因為虛 他不會自我堵塞 才能夠接納 才能夠呢 增加他自我的內涵 所以這個茶是用在虛 相當於說我是什麼 對不起 剛剛說我是什麼 我還沒有把答案告訴你 我是什麼 答案就是我是人 我說什麼意思 就是說 我的所有的道德內容 都通過人道 而實現出來 人道就是你掌握普遍的人 是所謂人之性 才能夠賦予我們的生活經驗 以意義價值 能夠用它來傳達三億元溝通 所以我是誰 我是我 我是什麼 我是人 就是說我是一個通過人道 去自我實現 去創造自我的生活內容 讓它這些內容 就是具有永航性成分 那你要能夠虛 你才能夠使 就是所謂 損之又損之於無為 無為而無不為 當這個茶也具有這個精神性格之後 他的體在淡用在虛 就跟人之所以為人 我之所以為我的 完全呼應 於是呢 歷代茶人 建議了茶的精神的性格 他的象徵 於是茶也可以反過來呢 教育這樣 所以我們讓小孩泡茶 真的啊 開始學泡茶的小孩 他比別的小孩 會比較快 整個生命安靜下來 不毛髒 能夠細心 能夠體察別人 因為你奉茶給別人的時候 於是人跟茶 就變成一個互動 人用自己的實踐 投資到茶那邊 賦予茶的意義 到我來查出現形成他的文化 他也呢 成為一種禮運 他可能回過頭來 有對新生代的一種教養 教化 乃至於是一個 一個 對於 這個人 有時候會忘記了人性的 他可以提醒你一下 所以明天泡茶 明天會提醒自己一下 那這個時候 那個 那個 風格 有格的風 有風的格 這個風就有那種 這個風姿 風采 風神 風範 好 好 茶也跟有它的風采 風範 Ottikasa真好 好在哪裡 符合茶性 其體在蛋其用在虛 他不刺激 他不征服你 不想救 都很謙虛 让你去体会它 于是到了后来 茶的风格跟人的风格 构成了两端互动而融的一体 很难分 这是人的风格还是茶的风格 那就是茶人的风格 以上呢 我们就也算是蛮详细跟各位解释了 什么叫风格 从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建立自己的特色 进而谈到不如说建立自己的风格 那什么是风格 它里面应有的这些意义内涵 好 最后我们谈到 那我们怎么样来有效建立这样的风格呢 就是一个茶人的养成的提倡 这边我们不妨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呢是技术 第二个层次呢是艺术的 第三个层次是道德的 第一个层次是技术的 那就是我们现在要能够做一个茶人 比如说泡茶师 好吧 或许很多 这个上一代的泡茶师 大概很多都是从入语的出生 你只要上个几周的课 那通过某种测试 就能够呢 这个领到那个泡茶师的症状 那这个部分大概是一个最初步的基础 它表示属于知识性的 技术性的 你对于比如说茶的种的了解 对于制茶过程的了解 那对于不同的茶品种的了解 对于不同的品种 要怎么去泡的了解 包括茶量啊 茶壶啊 水温啊 各种的这个茶具的配备啊 那这个时间的掌握啊 那你都有你的这个了解 然后有知识呢 转化为这个技术 那这里头都需要有正确的知识 正知 正见 那么在这里啊 是可以说是属于一个比较外在的条件 那么这也是作为一个茶人 一个最基础的部分 那么 然后这样的一个知识跟技术 逐渐的融进自己的生活 也就是泡茶越泡越熟灵 那些知识 也可以呢 充分消化各种层次的技术 也可以呢 融会贯通 那这就是一个起码的 及格的一个茶人 就在技术层面的茶人 那么这个部分 我们就不多谈 因为也许是大家比较最容易了解 那我要谈的是 光这样不够啊 如果只是这样 会有什么样的缺点呢 就是你泡茶越泡越纯熟以后啊 诶 这会有流鼻 这个流鼻就是首先 你致 致死 你是一个吃生的茶人 已经很熟练了 结果到后来变成了 只有手在泡茶 心不想要跑到哪里去 于是你那个泡茶纯粹是习惯 当习惯性动作太习惯以后呢 他就会穿帆 他就反而流露出你的心不在 心不在焉 心不在焉 就会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视而不知其问 这有了流气 太熟练了 熟气而流 也就是精神性 没有了 还不如刚刚学泡茶的人 虽然啊 这个很深啊 有时候我去当那个 那个什么 茶艺比赛评审的时候 都发现很多选手所在发抖 太紧张 不熟练 可是虽然呢 气数不熟练 他比那些很熟练的 资深的 泡茶的人 要动心 他是很认真的 虽然不熟 真是因为不熟更要认真 太熟了以后都会不认真 很多习惯性的动作 很多习惯性的动作 连在家里 其实都不已何况 在比赛 我就看到一些选手啊 这个很自然的 那个茶 放在那个茶上 一搁 然后有些种别的 这个是最差的不尊重 是 应该认真地把那个 茶伙子通通 不是把它一搁 你做别的事 就是习惯性的动作 习惯成自然 但是透露出 不用写 所以我们要不要 进到第二层 第二层就是在这个 技术知识的基础上 怎么泡出自我 活出自我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 跟我们刚才说 刀家的那个修养功夫 叫做围盗亦损 损之又损 那在修养功夫上面 也有一个词叫 洗心 把那个心来去洗 洗干净 把附着 附着在它上面的 那些洗器啊 那些模式啊 规格啊 要把它通通放下 放下放下 要舍 要舍 要损 好 那么把这些放下以后呢 什么会 凸显出来 真心会凸显出来 那个 那个体 那个我是我 我什么都不是 那个我 那个蛋 蛋到后来 它的本位出来 本色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借着泡茶来自我修养 自我喜心 好 来认识真我 怎么去洗 怎么去洗 这个 首先就从熟练中 从成熟中 专注 因为落身而专注 谁都会 纯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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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专注 这是真的功夫 表示你的心是在的 你的心是绝的 你的心是绝的 所谓狮子夺托 也用权力 绝不怠慢 好 那么在纯熟中 专注 就放下一一 那些对于习惯的依赖 对于规格的依赖 也放下了外在啊 环境对于我的干扰 那种纷扰 那种遮蔽 这个 去年十月的时候 是不是去年十月 那个 那个 第十届的 那个 全国茶艺比赛总决赛 我负责评那个茶具配备 那 另外一位 都给了最好的第一名 是两位美国人 为什么给他第一名呢 就是 他在那个现场中 两个人 当他们也有一个提的光头 还带着服务出 穿了 那种有点像工服装的 有点像盲写的 他们很安静在那边 无事于外在的分容 就是这种沉静的气氛 觉得他的差异 散发出了一个美感 所以我们两个给他第一 可惜他查他太差 所以 没有得到总冠军 只有这个 只有这个单向的这个得奖 所以我们能不能够 记得泡沙说呢 让我们的心安静 安静 安静到呢 忘掉了所有的技术 也忘掉了环境的影响 所以在专注里头就了知了 真心出来了 所谓的了知就是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吃饭知道在吃饭 泡场知道在泡场 也就是说 我的心虽然安静无尾 可是呢 完全在啊 关照我们的所有动作 这样的动作就不会流 你虽然泡了一万四茶 你是泡还是当第一次泡 叫了了了分明 比如说我们吃饭 如果你真的心在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 应该吃到饱的那一餐了 就多亿口都不吃 或者说吃撑 哎呀吃太多了 你怎么会吃太多了 就是 盲目地吃嘛 顺着惯性吃嘛 就会吃撑 我们学习了了分明 这是生活中学啊 吃饭睡觉都可以学 而最好的就是要考察的时候 越查就要求你要这样 然后呢 还要在这个 这个了知中进一步知道 到底了知了什么 在纯熟中专注 在专注中了知 然后所了知的无非就是 真无就是道 我就很清楚的知道我是谁 我知道我什么都不是 我什么都不需要 我就是我 这个时候作为一个茶人的自信 作为一个茶人的创造力 就有了一个立足点 好那么第三步 是道德的 第一步是一个基础的技术 可是这个技术 本身可能带来后遗症 也会依赖技术 第二步 让你从那些技术之里头 把真我抽出来 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茶禅一味了 茶跟禅都有新的功能 让人的真我 从这个地方出现 出现以后无为而无不为 以这么一个明觉的我去泡茶 你就可以进一步不但了知真我 也能够了知别人 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泡茶就是借着茶去沟通人情 传达这个真理 让人我通过这个茶以文会友 而达到一个人我交友 一个道德的一个境地 那么如果只有艺术 很可能只有一个一灯独照的我 这个我要么太孤单 要么一不小心又掉回去 变成一种的有我无人的傲慢 只有在人我相处的时候 进一步提醒自己 但要有自信 更要有自切 没有去训练自切 自信容易变得傲慢 我们也看到有些茶人 真的是大家 就有不自觉流流的傲慢 或者自以为是 忘记了谦虚 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去日新又新 那么这是一个 从人与我的相遇中 因为你一定要泡茶 一定要有人喝你的茶 你有茶侣吗 你有茶侣吗 你有你的客人吗 你能不能出门照顾到你的客人 好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才能够从看见自己 到看见一切 看见别的 这个茶 扮演了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媒介的功能 或者说 或者说在旁边 无言的观照的功能 甚至可以说 无言的督促的功能 好 因为你的所作所为 不合茶性的时候 那个 那个 你跟那个茶性 就会有某种的冲突跟不大调 好 那当你对不起茶的时候 也是对不起自己的良性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原来以为是两小时 后来发现是一个半小时 其实有些部分 也只能点到为止 好 那么现在时间 刚刚好 到了我们开小课的时候 三点十分 那我的这个 新的报告 都到此站到一个段落 未进之处 没有机会 再跟各位分享 谢谢 谢谢 谢谢曾教授 如同这个 我们的意见到未进之处 那未进之处 就表示我们后世还会有机会 希望各位可以在这个 未来我们有机会在这里 再跟曾老师相遇 谢谢 谢谢